中国女子高球第一人观战WTT澳门赛 白可爱剪刀手 北京时间1月21日 WTT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 在混双1 4分之1比赛期间 转播镜头捕捉到中国女子高尔夫名将冯珊珊 现身赛场观战 1989年8月5日出生的冯珊珊 是中国内地第一位 获得LPGA巡回赛全卡的球员 2012年 她获得了世界女子职业高尔夫球 四大满贯赛事之一LPGA锦标赛冠军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职业高尔夫球 大满贯赛冠军得主 2016年 冯珊珊以274杆 低于标准杆10杆的成绩 斩获112年来 奥运会女子高尔夫项目的首枚铜牌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块高尔夫奥运奖牌 2017年 她在LPGA蓝湾大师赛上夺冠后 登顶女子高尔夫世界第一 成为首位获得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球员 同样作为体育明星 冯珊珊出现在WTT澳门冠军赛现场 也是引来了官方的注意 现场转播抓拍了很多她的镜头